原标题 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新中国建立后 他被授予上将军衔 却被某主席特批 享受元帅的待遇 这在当时可言是独一份的 张云记 人名名张运毅 又名张胜之 1892年出生于广东文昌 金属海南投院区造福乡上辽村 16岁时开始接受新思想 17岁的时候加入同盟会 18岁参见广州新军起义 19岁参见了黄花港起义和辛亥革命 1986年34岁的张云义 已经是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 第四军第25师参谋长 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爆发后 参与领导新四军的组建和整编 由于他和叶挺是同学 中共中央特意派遣的远复 过澳门邀请叶挺出山 担任新四军军长一职 后来新四军不断壮大 张云义成为了这支部队的代理军长 并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素玉 素玉能从一个普通的纵队司令 发展成华野的总司令 少不了张云义的帮助和提拔 因此素玉一直尊重张云义 并使他未老上级 朱德比张云义大八岁 当张云义参加黄花港起义时 朱德才刚刚在军队完成他的实习 当上了事务长 当张云义加入中国共产党时 是以国民革命军的参谋长的身份加入的 朱德入党时还是一个律长 可以说张云义的资历是比朱德高的 后来1955年授贤时 张云义被授予大将军衔 但是考虑张云义的贡献 毛主席特批给了他原费的待遇 返回搜谷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